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讨论四项 继续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 非营业部分关于行政院主管 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 里岛建设基金及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处理 宣读完毕 国土区域领导发展处 郭匪育 郭处长 经济发展处 吴明慧 吴处长 秘书市主任 徐耀宏 徐主任 主济市主任 黄洪文 黄主任 国发基金代执行秘书 验市委 验秘书 主济总处 基金预算处 专门委员 乌中信 乌专委 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三个基金 在上一次的会议的时候已经完成这个寻答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行审查 那审查的程序如下 作业基金就业务计划 业务收支 结缴国库进额转投资计划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 国库增波基金额等部分 特别收入基金就业务计划 基金来源 用途及余处 结缴国库等部分逐项审查 现在请宣读今日审查项目与委员提案 那宣读完毕之后我们就进行协商 来请宣读 中央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中央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本期剩余1918,975万9千元 三 结缴国库进额115亿元 四 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 五 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 3808万8千元 六 国库增波基金额无列数 离岛建设基金 一 业务计划部分 二 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 基金来源4973万6千元 基金用途870万1千元 本期短处7亿5096万5千元 三 结缴国库无列数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一 业务计划部分 二 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 基金来源12亿7600万 基金用途20亿2314万8千元 本期短处7亿4714万8千元 三 结缴国库无列数 委员宣读委员提案 第一 各项投资232亿 简列5% 其余冻结5% 邱毅委员等三人提案 第二 各项投资台湾金融矿股公司 及台湾土地银行增资案140亿 长期投融资业务成本 债务利息9800万元 长期债务之举债140亿元 长期债务之偿还14亿元 全数删除 邱毅营等委员提案 第三 各项建设一般投资计划 92亿元 冻结32亿元 陈明文委员等提案 第四 各项投资一般投资 加强投资文化 创意产业 两亿元 简列10% 邱毅营等委员提案 第五 各项投资一般投资 加强投资文化 创意产业两亿元 冻结四分之一 杨琼云等委员提案 第六 投资业务收入 事业投资收入向下出售 转投资事业股权收入 115亿 5122万4千元 全数删除高志鹏等委员提案 第七案 投资业务收入 事业投资收入向下出售 转投资事业股权收入 115亿5122万4千元 全数删除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第八案 投资业务收入 事业投资收入向下出售 转投资事业股权收入 115亿5122万4千元 全数删除邱毅营委员等提案 第九案 投资业务收入 事业投资收入向下出售 转投资事业股权收入 115亿5122万4千元 全数删除陈明文等委员提案 第十案 投资业务收入 事业投资收入向下出售 转投资事业股权收入 115亿5122万4千元 投资业务成本 事业投资成本而向下 出售台积电股票之手续费 与证券交易税 5122万4千元 截缴国库115亿元 全数删除陈明文等委员提案 第十一案 投资业务成本 事业投资成本向下出售 台积电股票之手续费 与证券交易税 5122万4千元 全数删除高智鹏等委员提案 第十二案 投资业务成本 事业投资成本向下出售 台积电股票之手续费 与证券交易税 5122万4千元 全数删除输政清等委员提案 第十三案 投资业务成本 事业投资成本向下出售 台积电股票之手续费 与证券交易税 5122万4千元 全数删除陈明文等委员提案 第十四案 投资业务成本 债务利息9800万元 全数删除业精灵等委员提案 第十五案 行销及业务费 服务费用2861万7千元 简列200万元高智鹏等委员提案 第十六案 行销及业务费 服务费用一般服务费 2000万元简列200万元 业精灵等委员提案 第十七案 行销及业务费 两亿6178万7千元 冻结五分之一 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第十八案 管理及总务费用 1亿2249万 简列600万元 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第十八案 管理及总务费用 1亿2249万 简列600万元 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第十九案 管理及总务费用 服务费用4230万5千元 简列500万元 业务费等委员提案 第二十案 管理及总务费用 折旧 折耗及摊销 4825万9千元 简列2474万3千元 业务费等委员提案 二十一案 一般建筑及设备 土地改良物与房屋及建筑 440万全速删除 杨琼英等委员提案 二十二案 创业拔萃方案 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 机械及设备 交通及运输设备及 杂项设备 地盐借向预算及管理及总务费用 摊销其他摊销费用 一亿3839万3千元 冻结三分之一 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第二十三案 创业拔萃方案 一般建筑及设备计划 机械及设备 交通及运输设备 及杂项设备 地盐借向预算及管理及总务费用 摊销其他摊销费用 一亿3839万3千元 冻结二分之一 陈明文等委员提案 第二十案 国发基金105年度预算编列 加强投资中小企业实施方案 投资预算5亿元 截至103年底 该基金投资197千累计 投资金额55亿6千1百万元 6千1百1千元 为103年度任列投资损失 高达1亿1024万2千元 严重损及基金权益 国发会应加强督导管理机制 提升投资绩效 张家俊等委员提案 第二十五案 请国发会确实检讨 加强投资中小企业实施方案 执行偏差问题及相关预算 大幅调降之妥视性 于两个医院内向立法院 经济委员提出专案 包括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第二十六案 国发基金配合行政院 台湾生计产业起飞行动方案 规划配合民间业者 成立生计创投基金 匡列额度240亿元 为执行 迄今只有TMF生计创投基金 通过行政院核定 却因民间资金募集不顺 至无法承案 迄今仍未拨付投资款项 执行情形欠加 国发会应加以改善 以提升升级产业 整体产值与发展 张家俊等委员提案 第二十七案 国发基金于99年5月订定 加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方案 匡列100亿元 截至104年8月底 累计投资达6.24亿元 占匡列金额 100亿的6.24% 且针对投资资金需求较高的新创 微创行及早期文化创业产业投资比率低落 原此要求国发会积极推动 微刑及早期文创事业投资 均衡分配投资金额 以利文创产业之发展 高志鹏等委员提案 第二十八案 请国发会应就加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方案 执行缺失与投资效益评估报告 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经济委会提出专案 报告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第二十九案 国发基金于105年度预算 预计办理创业拔萃方案 该方案相关经费因纳编 国发基金其104年度预算却未编列 有借基金得并决算之规定 规避预算编列及审议行情 原此要求国发会 针对创业拔萃方案预算编列 提出检讨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高志鹏等委员提案 第三十案 国发基金与行政院国家科技技术发展基金 共同办理台湾系股科技基金投资计划 然105年度预算包括业务计划及预算说明 投资及其余处明细表及五年主要营运项目分析表 均未说明相关办理内容方式及预算金额等资讯 原此要求国发会提出详细说明报告 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以立立法院预算之监督加强计划之推动 苏正亲等委员提案 第三十一案 国发基金105年度预算编列 投资预算232亿远查 101年至103年度 平均执行率仅有37.15% 原请国发会积极检讨 该基金投资预算历年 执行成效低落 掌控适当局 预算编制不切实等问题 针对投资预算执行率偏低 曾应检讨及如何应用创业 增加值和经济转型需求 而调整投资计划 以两个月内向立法院经济委员提出 专案包括苏正亲等委员提案 第二三十二案 建议国发基金预示成 转投资事业成亏损状态 查距103年度部分转投资事业 既有11家连续亏损3年以上 基金持股净值已低于投资成本 原请国发会依立法院决议 定定适当之退场机制 于三个月内就经营不散之 转投资事业妥事处理 向立法院经济委员提出 专案包括苏正亲等委员提案 第三十三案 要求国家发展委员会 因应创业天使计划 增加南部中部服务窗口 并且沿拟双北市以外 县市设定申请案补助金额 下线以立中南部的申请案 能获得通过 并鼓励业者到中南部创业 以达南北平衡之目的 业经营等委员提案 第三十四案 国家发展基金 105年度编列用人费用为 2619万3000元 较103年度决算 2107万8000元 增加24% 与政府精简人士尊洁开支的 精神不符 原请国发会 重新盘点人力 以达人是非不成长的目标 业经营等委员提案 第三十五案 国发新105年度 长期信托投资计划 编列52亿元 其中加强投资文化创业产业2亿元 但决算书从未依规定 完整揭露投资戏目 又常以被投资公司为 未公开发行公司 拒绝提供加强投资文化创业 产业实施方案之 被投资公司 以前年度财务状况 严重限缩 立法院的审议监督权 请国发 提供近五年来的投资明细表 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陈明文等提案 36案 国发基金遇事成 转投资事业成亏损状态 且部分事业亏损持续数年 审计部近一年一再提出 重要审核意见 要求检讨改善 意味 依立法院决议订定 适当之退场机制 原请国发会技术提出 检讨报告 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陈明文等提案 第37案 离岛基金历年主要财源 为国库拨款收入 自国库不再拨补后 基金来源锐减 以现行收支水准 该基金恐惧能再维持 营运5-6年 目前规划开拓裁员方式 不确定性高 及以往年度获益不高 原始要求 离岛建设基金主管机关 应积极筹创应应 拓展裁员以利 基金长期营运 以维护离岛居民权益 高志鹏等委员提案 第38案 离岛基金105年度编列 离岛地区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用于辅导离岛推动各项建设计划 为近年部分 补助计划预算执行欠佳 原要求离岛建设基金管理会 应积极管控计划进度 如实完成计划规划 以达该基金推动 离岛开发建设 健全产业发展增进居民福利等 设置目的高志鹏等委员提案 第39案 离岛基金自95年度起 开办离岛地区开发建设贷款计划 为执行多年却办理事件贷款案件 案件数与融资金额均偏低 显见成效签加原始 要求主管机关应加强检讨 研议改善措施 积极协助业者与金融机构洽谈 融资适宜 B-ROS该计划 鼓励产业发展至预期目标 高志鹏等委员提案 第40案 离岛基金103年度实际执行率 更仅有38.19%及34.65% 执行明显欠佳 国发会应加强检讨改进 有效控管计划进度 扶持编列预算 以确实发挥离岛建设基金 应有效益 苏政卿等委员提案 第41案 离岛基金103年度 实施执行率仅38.19%及 34.6%执行情形欠佳 请国发会针对预算执行率 进行检讨并提出具体改善计划 向立法院基金委员提出 专案报告 邱毅云等委员提案 第42案 国发会所以规划 开拓裁员方案 如活化 闲置土地 离岛投农资计划等案 然不确定性高 或过往执行欠佳 原始国发会应持续评估 其他替代方案可行性 要求国发会一个月内 将评估报告 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业精灵等委员提案 第43案 为稳定离岛电力供应 及促进澎湖产业发展 国发会应与经济部 台电和地方政府 严理解决方案 并举办说明会 及邀请行政院长 到场与居民沟通 要求国发会 一个月内提出相关计划 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业精灵等委员提案 第44案 离岛基金至95年度 其编定之离岛地区开发 建设贷款计划案件 及融资金额均低执行成效 欠加国发会应严理改善措施 积极协助业者与金融机构 洽谈融资事宜 若实该计划 鼓励产业发展至预期目标 原要求国发会 于一个月内提出 改善对策 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业精灵等委员提案 第45案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剩下服务费2158万 及一般行政管理计划 服务费146万8千元 简列200万元 高志鹏等委员提案 第46案 要求国发会 就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策略 评估融资计划是可行性 并将报告于一个月内 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业精灵等三人 第47案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执行率偏低原始 要求国发会于一个月内 提出面报告送交立法院 经济委员会业精灵等三人 提案 第48案 要求国发会 应针对基金用途地方政府执行 计划内容效益等 严格监督 并于一个月内 提出书面检讨 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业精灵等委员提案 第49案 国家发展委员会 就预算书所 适之去年预算 審议期间 决议及附带决议 办理情形 外界竟无法了解 实际改善情况 违何 原要求国发会 应就上序各项 尽数提供补充资料 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提出书面专案报告 并立即更新网站资料 邱益盈等委员提案 第50案 请国发会尽数检讨 并针对花东地区 永续发展相关计划 近年预算执行率偏低之情形 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提出专案检讨报告 已让花东地区 永续发展基金市预算资源 得以落实于花东地区 所用邱益盈等委员提案 第51案 花东基金历年执行计划 效能过度低落 本年度大幅增加 预算国发会 应优先检讨过去年度预算执行 落差问题 合理评估其执行能量 辅持预算编列 已确实发挥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应有效益 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第52案 要求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应明确提出 花东地区永续发展计划 之细部计划内容 与相关经费需求 以使预算编列有期 合理依据 高志鹏等委员提案 第53案 花东基金先行编列相关预算 处于先有计划 使得编列预算 至预算原则未付外 亦显示预算编列基础 欠缺合理依据 原请花东基金进行通盘检讨 并提出检讨及改善措施 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陈明文等委员提案 宣读完毕 好 因为我们现场人数不足 所以我们先休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